也是离谱的画面 台东来雨的情人洞因为紧靠海岸 特殊的海石景致吸引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不过日前在地民众发现 有三名外地游客徒手在斜坡上攀爬 真的非常的危险 担心游客如果不剩可能会摔伤 甚至落海后果不堪设想 男子身穿短裤脱鞋慢慢往下攀爬 而山壁上还不只有他 后面有几位同伴仔细看 他们的高度有四五层楼高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另一群游客 当地民众远看还以为是野生山羊 镜头拉近才惊觉那是人 当地民众担心游客安危 没想到好心被雷青 炫导过程双方还爆发小口角 这里是台东蓝宇的情人洞 日前有当地民众发现游客不顾警示 危险攀爬 不顾这样的行为过去已经有许多受伤案例 小岛医疗有落差 加上这些景点距离最近的卫生所 车程都超过三十分钟以上 若游客跌倒受伤 甚至落海溺水出动救援 恐怕因为距离较远 强救不及而丧命 游客千万别为了拍出美照 无视警示牌 拿自己的生命 开玩笑 只有留言想要台东蓝宗 童话 我谢谢你 我来说 对